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街里面有非常多喝早酒然后晚上宵夜来吃卤菜喝酒的馆子都是开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店 他们这边一般都是一天喝两顿酒就是一部分人不是所有的人上午喝一场然后晚上再喝一场基本上一天就是两顿饭 中午就是简单的吃一下而且这个情景一定要选择夏天来感受一下 吃凉面 吃卤菜 吃火锅 喝酒的现象 下面就要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建立人的幸福生活 可以走啊 不要走啊 先不到位啊 等一会 三个小时你喝酒吧 人多的很 你又翻来往上去全喝了都可以喝 你又去往哪儿喝吗 你又去往哪儿喝酒了 欢迎来简离啊 简离美食好啊 简离美食好啊 湖北 这我们建立有 只有建立有这个山芋面是吧 对 其他地方是拿着两面它跟我们的主食做不同 就是这个面条不一样是吧 我们这是先做的 好 三分钟捞起来就可以了对吧 三分钟捞起来就可以了对吧 我们这个是牛醇啊 你来下来的 你是牛醇下来的 而且其他地方的鲜鱼 它不是像这种炸过的 它好像就是那种 干 湿的 对 湿的不是这种干的鲜鱼 等一下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这种 它是先在锅里过了一遍油 在刷油呢 刷油之后 看一下 我们是 手心一煮 只要以后把它炒 然后在锅里面看 还看不看 这个猪蜂也很有力 你不敲两下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给你了 这个猪蜂也很有力 这很合适 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非常有古北建立特色的 只有建立才有 在底下的 只有嘴瓢了 就是只有在建立才有 底下现实都没有了 这个 鲜鱼凉汤面 它分两种 就是一种是带汤的 和一种不带汤的 带汤的叫做瓢面 然后不带汤的 不带汤的叫做凉汤面 不带汤的叫做调面 它这个碱面呢 是直接把它下在水里面 把它给烫熟之后 然后不用胆 不用再加入胆 然后就把它过一下凉水就可以吃了 现在我们这个策划大哥吃的 就是我们这个很经典的这个扇鱼面 可以加这个马子 也可以选择不加马子 加马子的话这个扇鱼是四块钱 而且这个扇鱼非常有特色 它不是那种湿的扇鱼 而是经过过了油的扇鱼 非常的有味道 然后它这个汤也是扇鱼做的汤 里面据说是放的有鸡 还有扇鱼的这个味道呢 是蜜料 这个是不外传的一种配方 所以它这个面的味道非常的鲜 这个就是要配一点这种小菜 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就是口味比较鲜 所以说它就是很清淡的那种 就是如果口味重的话 可能略微感觉就是对不对 有点淡 然后配点这种小菜的话 真是绝配 特别美 其实这个面我昨天晚上也是 刚来建立的时候就吃了 它是非常有嚼劲的一种细面 而且它不容易放坨 不像那个碱面它一泡就弄了 就非常吸汤汁 然后这个是在夏天吃了一道美味 冬天的时候就没有了 一般就是90月份才有 90月份过了就没有这个凉面了 然后建立人一般会 不仅仅要这一碗凉面 还会搭配非常多的卤菜呀火锅呀 还有一些凉菜来吃 凉菜 卤菜的种类也是应有尽有的 就只要你能想到的 这里都可以吃到 而且我觉得建立这个地方呢 就是消费物价非常高 随便吃一个这样的小碟的菜 就是三十五十 像炸泥丘烟 还有这种牛肉干似的 都是在其他地方 就是这个消费比不了的 吃一个饭 可能想吃好的话 就在一百块钱以上吧 它这个就属于是最平民的套餐 就是十二块钱 对吧 因为我们没有点煮菜 如果随便点一点的话 就是各种素鲁啊 就是豆干啊 什么鸡蛋啊 藕啊这种 种类很多 但它这个就是自 配的这个就是免费的 也搭配的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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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好 下 opera 下山 还喜欢 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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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